大家好 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今天还在日本访问 这两天有一个话题比较热 就是美国的三个韩国打击群 月底的时候能不能会失朝鲜 也出现了一些争议 这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举动 它可能预示着往后事态发展的一个方向 这个消息最早是4月17号韩联社透露出来的 它是引述韩国政府方面的消息 也就是说彭斯副总统访问韩国期间 他肯定和韩国政府有一些关于军事意图方面的沟通 然后就由韩国政府的相关人员透露出这样的风声 现在的争议一个是说这三艘航母是哪三艘 有不同意见有不同的说法 卡尔文森号包括其中肯定是没有疑问的 按照俄罗斯的媒体像真理报和英国的美日星报 和韩国自己媒体的说法 另外两艘是里根号和尼米兹号 这几艘都是尼米兹级的航母 满载排水量在十万吨左右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卡尔文森号 里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 德国之声是持这种说法 另外有一种疑问 就是说在4月25号之前 就是朝鲜的所谓建军节之前 这三艘航母能不能完成会师 这方面还存在疑问有变数 也是韩联社自己的说法 说这个里根号航母呢 现在在日本的横须赫港里面维修 按照美国的海军章程 就是说这个航母完成维修以后 它还有一段时间的恢复性训练 才能够投入实战部署 而这个维修按计划要五月初才能完成 所以你说它四月底就能投入实战部署 这个不太乐观 另外是说这个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现在的位置也有点疑问 有人说它还在南加州的外海 有人说它已经深入太平洋了 再往朝鲜这边赶了 四月底之前三艘航母它能不能都能赶到指定的位置 目前存在着问题有些变数 美国的防护新闻在四月十七号也说 它说多数专家认为三个航母打击群 是美国打击朝鲜所需要的最少的兵力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到底美国准不准备打朝鲜 它如果动手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军事行动 要达到什么目的 为什么三个航母打击群是它所必须的 那我们就需要来分析一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的配备和它所应对的任务的规模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投入航空母舰的多与少 它当然是与冲突的规模有关 和对手的实力强弱 它的抵抗的激烈程度有关 按照美军过去的习惯来讲 由一艘航母所组成的编队 就是所谓的单航母编队 它通常用于执行常规的巡航任务 显示武力或者小规模的低烈度的军事干预 就是说单航母编队 它所应对的这个任务的级别 危险程度冲突的激烈程度都比较低 那么双航母战斗群和三航母战斗群 它就包括了两艘以上的航空母舰 那么它就是为了完成较高强度的军事任务了 当然这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威力有多大 和你航空母舰上面再多少飞机有直接关系 那么一艘航母上能再多少飞机呢 这其实没有固定的数量 也是根据作战任务而定的 这个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满载排水量十万吨 据说它可以搭载八十架以上的固定翼飞机 以及好几架直升机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航空母舰不会满载的 那么三个航母战斗群 即使保守的估计 它有两百架以上的作战飞机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航母战斗群 它还要配备几艘导弹驱逐舰或者巡洋舰 一两艘攻击型核潜艇 而导弹驱逐舰 巡洋舰攻击型潜艇 都可以发射巡航导弹 打击陆地的纵身目标吗 你像4月6号 美国打击叙利亚 所发射的那59发巡航导弹 就是从地中海上的两艘驱逐舰上 发射出去的 波特号和罗斯号 两艘驱逐舰就有这么强的火力 像1991年1月美军开始空袭伊拉克那个沙漠风暴行动开始的时候呢 美军当时是调集了六艘航母战斗群 分为波斯湾和鸿海两个打击集团 波斯湾航母编队上起飞的飞机主要是攻击科威特的萨达姆部队 鸿海上的航母编队起飞的飞机主要是攻击伊拉克境内的目标 但是你要知道啊那是20年前了 现在除了这个航空母舰上的飞机 它的作战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 其他军舰的远程打击火力也有了很大发展 现在核攻击潜艇啊 也可以从水下发射巡航导弹了 所以一个航母打击群 它的火力效能其实比起海湾战争那会儿是大大提高了 这样你把三艘航母合在一起 它所组成的打击群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火力了 川普在推特上称它为无敌舰队也不算太夸张 这还仅仅是讲航母 大家别忘了美国在韩国是有空军基地的 最先进的F22猛禽战斗机 至少有一个中队部署在日本加收纳 除此之外还有灰鹰无人攻击机 那也是最先进的无人机 说了这么多呢咱们重点还不是讲武器 而是分析这些行动背后的意图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用这么强大的武力 对付朝鲜那点有限的军事力量 有点杀机用牛刀的感觉 如果是为了对付朝鲜的核实验 只打算对朝鲜采取一点惩罚性的军事行动 小惩而大戒 似乎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吧 在结合外交方面的行动来看 副总统彭斯除了这次去韩国和日本 还要去印尼和澳大利亚 朝鲜在当前美国的外交当中是重中之重了 在亚太地区更是头号任务 所以美国目前在力图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和协作 和军事准备结合起来看呢 它似乎不是在为一个小规模的冲突做准备 我们上个星期谈到 时间不站在川普和金正恩两个人的任何一边 今天可以再详细阐述一下 时间对川普和金正恩来讲都不是有利的因素 因为时间的拖延会降低他们各自成功的几率 而不是增加了 也不是增加其中的一方的成功几率 而降低另一方 我今天看到有国内的学者说 说中国和美国目前在朝核问题上 一致性提高了 但是过半年以后又难说了 可能过半年以后 朝鲜又看到机会了 它再拖个半年 这半年啥也不做 半年以后它又可以发展它的导弹和核武器了 那这种说法呢 我是有点怀疑 因为目前这个状态能不能持续半年呢 是很存疑的 时间对朝鲜不利 是因为它已经走到了 国际民穷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 朝鲜连续发射中程导弹失败 说明金正恩推进武器的计划 实际超过了朝鲜自己的物质和技术能力的上限 金正恩已经很急迫了 他巴不得明天就拥有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器 他是第一个坐不住的人 从今年一开始 他就迫不及待的想进行新的核试验 是在各方面的强大的压力下 他才被迫拖到了今天 他的国家越穷越有崩溃的风险 他就越想拥有核武器 这个心就越急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中共今年秋天的高层换届 十九大以后 现在比较清朝的那几个常委 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都会退下来 那么对朝政策在那以后 确实有可能变得更加严厉 所以金正恩他也是有时间压力 要尽快的把生米做成熟饭 他觉得有了小型化的核武器 和能够打到美国的远程火箭以后 就能够跟美国坐下来对等的谈判了 迫使美国放松 乃至取消制裁 那么今后他也不用那么依赖北京了 这是对金正恩讲 对川普来讲呢 韩国的五月份大选能选出个什么人 这是个大问题 韩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到对朝鲜威慑的力度 假如韩国的左翼政府上台对朝鲜态度软化 那就更难阻止金正恩搞出洲际导弹了 当然经济制裁目前还是优先的选项 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也说 对北京刚刚采取的举措感到鼓舞 还会留一段时间让中国这边继续在外交上发挥作用 那这段时间应该也是习近平自己争取来的 但说会有半年的时间 让北京的经济外交手段来发挥作用 那我觉得也太乐观了 朝鲜副外相刚刚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朝鲜仍然会每个星期每个月每年都搞他的导弹试验 他还是没有一点软化的迹象 当然这也许只是朝鲜一贯的语气夸张的表现 那我们就要看他这个星期是不是还要发射导弹 就知道他行动决心的强弱了 朝鲜接下来的局势呢 我觉得主要看三件事 第一当然还是朝鲜自己的行动 四月份他是五号发射了一枚导弹 十六号又打了一发 那么现在就看二十五号之前 他会不会再打一发 这有可能是示强 也有可能是示弱的表现 什么意思呢 一般的反应呢 当然是觉得朝鲜发射导弹 是表示他不屈从于中美的压力 是表示自己不屈不挠 但是他也有可能包含另一层意思 就是他这个月会再打一两发导弹 用发射导弹代替核实验 实际上是把冲突级别降低的一种表现 他嘴上可以再硬一段时间 再看看中国是不是动争额大 美国的军事行动决心有多强 再考虑是不是要接受外交斡旋 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呢 那就是一种乐观的结果 第二是要看美国 三艘航弩打击群月底会师朝鲜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军事集结的规模代表着军事行动的强度 三个打击群所代表的行动级别 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也就意味着美军一旦开始行动 不仅仅是要端掉朝鲜有限的核设施 而是要瘫痪掉朝鲜全部的军事能力 美国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虽然外交希望还没有断绝 但是他现在在做军事行动的准备了 如果三个航母打击群真的完成了会师 那就表示这很可能会是他军事行动开始以后会采取的方案 第三方面就是看北京 能够扼住朝鲜喉咙最有效的手段 一个是切断对朝鲜的燃料供应 一个是切断朝鲜获取资金的渠道 朝鲜怎么获取资金的呢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所指出来的 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在中国设立一批空壳公司 绕开联合国的经济封锁 通过这些在中国注册 看起来是中国公司的企业和亚洲非洲国家做生意 那么他要这么做就需要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金融机构配合 那么就要看习近平是不是要在这两件事情上动手了 在这三件事里面马上会见分晓的 当然就是四月底朝鲜会怎么做 所以我们大概再过一个星期 就会看到这件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